8月6日,国家体育总局召开第18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,正式公布了本届亚运中国代表团组团情况。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郝仲文任团长,总局相关领导任副团长,山东省体育局局长李正胜副秘书长。 会上,郝仲文对参赛亚运会工作,进行了动员部署。 代表团全体成员面对国旗庄严绅士,各运动队领队向代表团团长郝仲文, 提交了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赛风赛季,和把兴奋进工作资认书。 运动员、教练员代表分别发言,本届亚运中国代表团总人数,为1273人。 其中团部人员35人,运动员845人,运动队工作人员393人。 将参加38个大项,376个小项的比赛,其中31个大项,296个小项为奥运项目。 目标是取得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双丰收,同时对标东京奥运会查找问题,锻炼队伍,积累营业。 我省共有106人,入选中国亚运代表团,包括87名运动员,16名教练员和2名的一运动员和教练员人数均居全国前列。 将参加22个大项,72个小项的比赛,奥运,全运项目谈赛人数居全国的省区,是首位,有19名奥运会冠军领衔的中国代表团。 参赛运动员平均年龄,为24.4岁,是一只以年轻运动员为主的参赛队伍。 我省入选的运动员同样一青年转单高,平均年龄23.8岁,其中58人为首次参赛亚运会。 我省参赛运动员主要呈现出一下特点,一是在射击、射箭、机械、自行车、乒乓球、赛艇、批滑艇、橄榄球、刷胶、柔道等山东传统优势项目上。 我省军有队员入选,并且在批滑艇、赛艇以及橄榄球等项目上,不仅保持了数量上的优势,男子橄榄球全部12人均出自山东,赛艇、批滑艇14人10个项目全国最多,实力上也是领好全国。 二是在射击、机械、乒乓球、排球等无数奥运优势项目上,重点运动员都拿到了亚运入场券。 不仅增强了山东军团征战亚运的实力,也为运动员奥运练兵创造了良好的机会。 三十五少亚运选手年龄结构,以年轻运动员为主,老中青和李戴佩,老队员三月自行车,江叶赛艇,张敏赛艇,萧毕摔跤,地胜峰摔跤等宝刀未老,终身带的魏蒙飞蝶,孙奕文吉姐,杨芳旭排球,陈茂拼球球等正值当代日年。 气步枪的吴明杨,批滑艇的燕梦蝶,孙梦阳,张东,补廷凯,游泳的杨迅轩,王毅纯,继心结等一批年轻选手脱颖而出。 年纪十三岁的王毅纯,是整个中国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。 此次我选共有16名教练员入选,是我选参赛亚运会历史,上数量最多的的一次,入选的教练员也成了一老带心。 一心促脑的阵容,翻传教练员季玉盛,连续三届参加亚运会,张文杰,安家杰,陆小,辉,金浩等一批中生代教练员成为骨干。 有的已经培养出了奥运冠军,张富胜,景颖,王小行等一批80后教练员,也进入国字号教练行列。 2017年全运会结束后,省体育局认真观测落实省委,省政府指示要求,特别是刘嘉义书记,在接近五省第十三届全运会体育健康时的讲话精神,积极将工作重点转到十四运周期在战工作上来,持续推进体育工作改革创新。 据统计,目前我省入选夏季奥运项目国家队集训运动员215人,跨界跨向入选国家冬季项目集训运动员138名,在全国的省市中就为最多。 今后,山东将继续做好,向国家队输送运动员工作,积极配合国家队,为运动员,教练员提供淘宝账服务,为电设体育强省,做出新的更大贡献。 体育长报作者,龚绍文章华